兄弟们兄弟们 今天回收一个好货 现在已经拿到快递了 等了好几天 快递今天终于到了 兄弟们来猜一下这么大箱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是花江美宝哥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私信 没错兄弟们 这是一台苹果的笔记本 苹果2020款m1最新处理器 前几天粉丝兄弟在我这里买的还是旗舰机 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 因为苹果2021款的笔记本已经发布了 粉丝兄弟9月份在我这里买的m18-256 价格6600 现在用了99月份买的 现在11月份 现在用了两个月 现在到底还能卖多少钱 这台2020款m1处理器8-256G还在保修310天左右 相说都很完整 橙色保护的也是整体不错m1刚刚发布的时候 这台机器还被吹上天了 兄弟们 不过笔记本256G兄弟们感觉够用了 现在咱们打开包装看一下 保护的都很完整 兄弟们让你们回收 你们愿意多少钱回收 欢迎把价格打到屏幕上 笔记本的序列号都在机器的背面 也就相当于机器的身份证 通过序列号可以查到机器的内存配置 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在保修310天 咱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外观 两个月的机器成色保护的相当好 这款2020款的air 看起来也是相当哇塞 做工精致漂亮 也是苹果笔记本保值的原因 咱们来看一下配件 充电线 充电头 包装的都很简约 对于回收来说 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 最关键是笔记本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笔记本的外观是非常的简约 四瓦膜屏幕跟手机屏幕一样一样 显示非常细腻 看起来也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 铝合金边框也非常的轻 不吹不黑 苹果的设计是还是真正的有点水平的 这样一台m1处理器 毛哥给出的回收价格5600 相当于全新机用了两个月花了900欧钱 兄弟们 你们感觉这台机器回收多少钱合适 欢迎打到评论局 我是华江美猫哥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私信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信毛哥 毛哥都会一一回复